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维昊今年68岁 老伴陈巧明62岁 他们想以定立遗嘱的形式把房产留给唯一的儿子 现在不就一个孩子吗 竞争能力不强 这是北京城市的孩子吗 是吧 就这样的 你像别人呢 你在外边混得好不好的 最后不行就回家了 这个呢 北京要再没个家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如果新国际社会这个比较自由 这个婚姻稳定性也不怎么好 所以有些担心 夫妇二人要去的中华遗嘱库北京市第一登记中心 位于西郊名下 在这个不足60平方米的房间 每天都有十几位老人前来办理遗嘱登记 随着社会发展 家庭继承纠纷屡见不鲜 为了未雨绸缪 许多老人选择独立第三方机构订立遗嘱 中华遗嘱库免费为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遗嘱咨询 起草 登记和保管的服务 从2013年开始 中华遗嘱库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开设了登记中心 截至2017年12月份 已经登记保管了8.2万份遗嘱 其中 仅北京一地就登记保管了4万4千余份遗嘱 目前仍有7500多人在排队等待登记 为了确保遗嘱具具有法律效力 中华遗嘱库设立了一套严格的登记制度 每一个登记人都要完成身份识别 拍照录像 文档扫描等专业化的立遗嘱全流程 并且需要接受精神评估 由于登记流程规范 法院认证效率高 出现纠纷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此前 经过再三的咨询和考虑 陈维浩两口才下定决心来到这里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 向来比较忌讳谈论深厚事 随着时代演进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黄海波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到老人们的一个感受 我们都不会用去世这两个词 都是用百年之后来代替 说了这个词的时候呢 他的表情呢 我们说这个微表情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听得不舒服 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微表情 能感觉得出来 大家对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开放 用遗嘱啊 房产 六位思呢 希望他又过也好吧 轻松了 撂下一档心事 老人走了以后肯定有一个过到哪个人的头上吧 反正就有一个归宿吧 这有一个继承人吧 就是说先把这事办了以后 省了以后 将来过户数码呢 就这一句说 首先这是一种观念的进步 就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以家为单元的 随着我们的越来越富裕 社会越来越进步 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在决心 包括老人的 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立遗嘱不是年轻人的事 但是近年来 不少年轻人开始提前行动 早早列下遗嘱 彭子晨 今年35岁 有个温馨的小家庭 孩子刚满2岁 2018年10月 他完成了预约 预计在2019年3月份办理登记手续 他希望把遗产平均分给妻子 孩子和父母 我们家里和和美美的 四十通堂 但是呢 就是我不想让那样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算是他们家庭关系都挺很好 我也想把这个遗产写得很清楚 谁的就是谁的 别因为一点一点的小问题产生大的矛盾 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立遗嘱不仅是对于身后事的提前安排 更重要的是对于亲情 财产和人生无偿等问题的理性思考 相比父辈 彭子晨这一代年轻人 拥有更强的权力意识和法治观念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因为我见的这个琐碎的事情 还有复杂的事情特别多 我就是想 遗嘱是一个活人的权力 如果用好了 你就是为剩下的活人减少麻烦 就是说如果生前你把这些事都做完了 你就踏踏实实做别的事 我是这样想的 据介绍 前来订立遗嘱的年轻人 有些拥有大量财产 有些家庭关系复杂 还有一部分是从事高危职业 除了银行存款 房产等常规意义的财产 余额榜 微信钱包 甚至游戏账户等网络财产 也成为年轻人遗嘱的内容 一份遗嘱也许只有寥寥数 却能体现出人们对于生死 财富和法治等问题 在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所谓只有看透生死才能更好笑对人生 但也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人们存在的安全焦虑 我觉得生活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这转型社会 竞争压力加大 内在的这种皈依感缺失 就是内心的恐惧和外部的压力共同催化出来 导致它就是遗嘱 据2018年3月公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 近几年来咨询预约立遗嘱业务的民众数量大幅上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华遗嘱库已完成的8.2万份遗嘱中 有99.93%的遗嘱规定立主人身后财产 仅由自己儿子或女儿继承 有51份遗嘱确定由儿子儿媳夫妻双方共同继承 占比仅为0.07% 那些在遗嘱中确定只有直系写亲继承的条款 被俗称为防儿媳防女婿条款 我们实际在工作中碰见过 有儿媳啊或者女婿陪老人过来立遗嘱的 当时她对这个条款不理解 说觉得防着她 但是经过我们工作人员专业的解释 只要你跟她的跟你的夫人或者跟你的太太 婚姻存续永远都是你们的 只是你跟人家离婚的情况下 人家家里的差产你不能带走 经过解释她都能够理解 虽然防儿媳防女婿条款越来越受到追捧 但某种程度上也为家庭失和埋下了一个隐患 如何处理好权力和亲情的边界 依然留有讨论的空间 我们一定要注重 现代中国人的 尤其都市人的 面对生活面对事业 面对亲情的深深的内心的焦虑 这种焦虑有时候会扮演 人的现代化的催化剂 有时候会扮演困扰我们的魔鬼 这个选择题需要我们整体去作答 这一天的下午三点 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陈维浩和陈巧明的遗嘱定理完成 老两口长出了一口气 经过沟通 二人愿意面对镜头 读出自己写下的幸福留言 字字句句 满满都是对亲人无私的爱与祝愿 亲爱的儿子 我们已度过一生 步入永恒 愿你千万珍惜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儿女 认真对待社会和人生 我们会在天堂祝你生活美满幸福 爱你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